2024这一年会是史上最热的一年吗 那不重要 因为专家说 接下来你感受到的都会是此生最凉爽的夏天 因为最热的还没凉 东京出现了史上的最高温 吓死人了 居然40度高温热破玻璃了 我再给大家看一段画面 这个是在南半球的智利 地表最干燥的一片沙漠 居然绽放了这一片紫色的花海 美吗 不 它意味着是极端天气 天气乱了汤 马尔士告诉我们这片美景 预告了怎么样的危机 全世界现最夯的一个字 热 热 专家已经证实 六月全世界有史以来 十二万五千年来最热的六月 但是还没完 下面一句话是七八九月 都将创下世界热的记录 热还要更热 先看现在热到什么程度 不只人类受不了 动物受不了 连桥都受不了 来 我们先看看 二四兄猪八戒 各位看 哀嚎 是 可能你听不到的声音 一直哀嚎 哀嚎到请消防队来浇水 好 你看烤鲁猪热到烤鲁猪 太热了 你没看 各位观众一定要仔细看 是 我从来没看过猪有爽的表情 真的 注意看 你看这猪 这个表情 天哪 有喷水之后 他在微笑啊 你看这个 这个多爽啊 这个表情 是 因为它热到烤鲁猪 对 你这个水一洒下去 哇 它温身清凉 太爽了 太爽 好 这个猪倒霉 在高速公路上被晒成这样子 其实现猪 享受得不得了 来 我们来看 这是猪色 你相信吗 而且 恒温 24小时恒温 注意看 24度 吹冷气 这个太重要了 现在 外面36度 对啊 它里面永远恒温 是 24度 室度保持在 70度 好 那除了猪之外 还有什么呢 鱼就没有这么幸运 因为鱼没办法 鱼那个水温太热了 你知道鱼温水温测了多少度 45度 直接煮沸啊 各位观众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鱼温主人为了抢救他的鱼 丢大冰块进去 哇 白色那个是冰块啊 大的冰块 是 它总共一天 你看这么大冰块 要丢100块下去 救他的鱼 好 那 这个高温还没关系 我跟你讲 最离我们台湾 最近的是什么地方 广州 是 广州热到你不可思议的地方 你看 这他男朋友找他出去 他特别买了新穿的鞋 结果地太烫 鞋脱底 直接溶掉了 直接底就溶掉了 你看这个走 看到 各位观众 看到没有 这在广州 哇 多可怕 到底要多高的一个聚热吸热 可以把这个胶底 粘成这个样子啊 他男朋友找他去跳舞 对 他说他故意穿了最新的鞋 对啊 结果底整个被融化掉 是 脱离 这个画面最惊悚了 你看看 太惊悚了 这胶整个粘掉 粘到地上 好热啊 这是日本动物园 日本动物园北极熊 那个靠在冰上面 也是怎么爽一着 好 外面有冰 他在上面 哇 你看他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仰来仰去 多爽 各位 东京破40度 是 东京破40度 最热的地方是哪里 各位常到日本去 一定要知道 靖刚 对 破80年来的记录 靖刚已经到40多度了 好可怕 好可怕 才七月初 所以动物园的动物们 全都受不了 我真的给大家讲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看 动物园给河马 你知道喂什么东西 喂西瓜 西瓜 河马怎么吃西瓜 一阵颗西瓜 啪下去 丢到他嘴巴里面 直接吃 好 东京超过40度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 各位看这个张照片 这个是玻璃给热裂了 你知道日本警方求员电话 一天光玻璃热裂 要接多少电话 超过100通 哇高温高到把你的玻璃炸裂了 还没完 7月8号 东京光纵鼠送医 460人 对 我要讲个不幸的消息 6个人往生 出人命了 出人命 你看热到这样 热到要人命 好了 我们台湾其实还好 月有午后雷震雨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大陆热成什么样子 日本热成什么样子 现在专家已经讲说 这一次的这个圣音现象 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了 而且呢 最可怕的是下面那一句话 每个月都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 天哪 才7月初 8月9月不是更热吗 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而且你知道 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讲说 高温巅峰都还没有到 所以2024成为史上最热的一年 只适用在这一年而已 因为2025搞不好也会跟你讲说 这是史上最热 这个每一年都适用 可是很可怕 我跟你讲 热到什么 像我们一般人都受不了 大家觉得说 那你到外面去坚硬的物体 我跟你讲那更惨 你知道 在上海居然传出来讲说 有高架桥的那个路面 热到干嘛你知道 你看我在讲的时候 那个车扭一下有没有 你以为它压到东西吗 我跟你讲 它压到的是路面 因为那个路面居然凸起7公分 所以那个高温热这样冷缩 导致于路面捧箍 对啊 你以为它那个车子会像美国卡针 不是啦 它是因为路面完全已经不平了 太热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你知道吗 在纽约的第三大道的这个桥面 它那时候温度测到 其实非常非常高 就高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他们其实这个著名的是 旋转桥 因为你有大的船过去干嘛 他们会把那个桥升起来 或者作为旋转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卡住了 连洞都不能动 因为很简单 因为那个高温会膨胀嘛 所以整个零件卡死了 所以老婆你看 今天那个桥面是这样子 有大船要过 我可以这样旋转打开 让桥 船可以过去啊 结果这边卡住了 太热了 那个螺丝整个膨胀 完全不能扭动了 所以你看看看到 连那个消防船 它都出来了 干嘛喷水降温 那我们就看到 其实包含到意大利 现在也面临到干旱的一个状况 像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它这边有一个 叫做佩尔古萨湖 它是一个唯一的天然湖泊 而且之前被人家写到这个书里面 还说它是永远的春天 感觉上风景宜人 对不对 但现在发现到说 它的面积急剧的缩小 左边是它原来美丽的样子 对不对 那右边你现在看得到 只有剩下中间一点点的这个水 它变小水滩了 你知道吗 而且还可以看到有一些鸟类的尸体 因为它本来那个里面有一些鱼产 那这个鸟可以去吃 结果现在也都没有了 你知道 所以我刚才讲 像这种所谓的异常的气候现象 本来会下雨的不下雨了 那本来不下雨的呢 我跟你讲 如果下雨了也很奇怪 这个地方出现在全球最干燥的沙漠 叫做智利阿塔卡玛沙漠 结果没有想到 最近居然沙漠里面有花跑出来 但会觉得沙漠里面 沙漠里面怎么开出这么大一片花朵 除非有绿洲嘛 对不对 可是它说不是 是因为声音现象变成有大雨降临 那这雨下了之后 反而变成了沙漠之花 它提早开花 你知道它上一次提早开花 说是在9年前 2015年的时候 所以你又看到整个气候异变的状态 让大家根本没有办法去掌握 跟了解大自然 明天是小鼠 气象专家提醒 台湾会更热 不只是红番薯而已 会红到发紫 紫到发黑呢 但这恐怕只是小case 看看美国发生这么惊悚的事件 中暑倒地 碰到了仿佛尖台一样的炙烧高温地板 结果烧烫伤居然必须要截肢 你看到就是这个人 而在印度呢 印度暴雨成灾 到底这个雨带来的洪灾 可以淹夺高连大象 都几乎要集体灭顶天佑地球啊 对 现在来讲的话 极端气候让整个台湾 整个地球 整个世界都烧起来 你先看一下台湾 台湾因为这个高压的笼罩 再加上台北 尤其是台北 台北这个盆地 举个热倒的效应 然后呢 高压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罩子 把它搅着 然后太阳一直晒 一直晒 一直烧 一直烧 现在来讲台北的高温 已经达到摄氏39.7度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会不会破级路达到40度 气候专家说呢 很快就有答案 如果持续烧下去的话 这一个热灶子 一直烧 一直烧 大概40度 很快就会见到了 很快就会40度了 哇 那这是台湾 发高烧 那这几天啊 大家在这注意 哪里温度最高 到底什么地方 一揭晓 不得了了 居然是在好山好水的玉里 好 在玉里这个地方啊 我们仔细看 这个地方啊 它有点变成S型 这个东西是轨道 轨道变形 是非常非常可怕 那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就是因为高温 然后呢 就变形 变形之后呢 你说要赶快来处理 那这个火车呢 只能用时速30公里 慢慢慢慢的通行 如果呢 你时速太快的话 太快的话 恐怕就会翻车 造成意外 那这个东西 连太阳都直接晒到变形 另外来说 在台北 我们常常骑的U-bike 现在很可怕 过去来讲 你骑摩托车 最怕穿短裤 你躺着 哇 开会碰壁 连这个 我们大家穿的长裤 想说应该没有问题吧 结果一坐下去 也是碰壁 然后呢 有人去测 天啊 竟然达到了71.8度 那就有人说 你要不要在上面造一个棚子 问题是很多的战场 是没办法造棚子的 所以大家都想说 你去之前 要先懵着 小心一点 你不要一屁股坐上去 尤其是你穿短裤 运动短裤 这个下去的话 就碰壁 因为如果你直接下去的话 你会发生什么状况 像这个Arizona这个男子 他就穿的T恤 穿的短裤 然后呢 在超商门口 他就是一时之间 因为太晒了 昏倒 昏倒之后呢 他竟然薄油是高达82度 他躺在那个地方 太久了 没有人发现他 当他被他发现 赶快紧急就医的时候 他整个右脚 没办法了 膝盖以下 只好截肢 因为烧烫伤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来讲 你不要觉得说 哎呀 我稍微烫到一下 应该还好 如果你一不小心 你失去了意识 然后像这一个阿伯一样 整个倒在地上 当你被发现的时候 就是截肢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惊悚的 居然烫到必须解肢 还有一个蛮夸张的画面 这个仙人掌 不耐高温 变什么样子 好 我们先看这个仙人掌 这个仙人掌 竟然直接断掉 其实我们知道仙人掌 就是最耐高温 最不需要水分的 他可以在这种酷寒 在这种酷热的天气里面 长得很好 可是因为真的是太热了 太缺水了 所以他竟然自己解肢 自己断掉 这样的话 他才可以原本的部分 他可以继续活下去 不然的话大家就一起死 所以热到 连仙人掌都受不了 你说其他的一些生物 其他的一些物体怎么办 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美国那边的一个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 人家说软角了 什么意思 热到受不了了 最后这个塑胶桶 整个融化 那塑胶桶融化之外呢 还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的车灯 这车灯像不像流眼泪 哭了 真的是流 热到融化 对 热到流眼泪 热到融化 那这个来讲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离谱 因为你车灯 你要进到这个 汽车的供应链里面 你都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认证 那代表说呢 这些温度是当初 这些厂商在做的时候 没有想到有一天 地球会热成这个样子 美国看看 美国已经到了死神 来敲门的地步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好 犹他州的这个拱门公园 你先看一下 它之前是非常漂亮的 它是一个像是一个 像是峡谷的一个地形 为什么会有人在这边 这是之前之前看起来是非常的干 非常的漂亮 然后一个峡谷的地形 结果大家去践行去hiking 结果突然之间 没有遇过 你有洪水出来 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怎样 这个人就是 他们是践行去hiking 然后上去之后 下不来 突然遇到暴雨洪水 然后怎么办呢 那你只好做锤钓 所以你用绳索把它锤钓掉 一个一个掉下来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指神找上门了 所以你过去你看到 它之前的那个影片 干到不能再干的一个美丽的所在 哪来一下子挣那么多水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极端气候 现在极端气候的话 会造成很多地形地物 还有地貌的改变 在这地方 它是一个足球场 这个画面非常的惊悚 我往外看一下 你看到这足球场 像是在中间挖了一个洞 这上面有没有一个杆子了 好 一个照明灯 整个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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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造下来 然后这个对不大家想说 奇怪 你是哪里来的天坑 而且这下面不是原本 下面没有水啊 对啊 你这下面原本不是应该都是有夯实的土壤吗 到底是怎么样又不见了 他们说这东西也可能是极端气油 然后造成一个地层的成影 你在外面 你看不到 你原来就是都是平的 对不对 你下面因为一个地层成影之后 没了 不见之后就突然消失了 幸好这个时候呢 在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 没有人在打球 如果在打球 不吓死 整个就这样子 就崩起啊 这真的是很吓人 有够毛的 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是 你说水很大 天气很剧烈 没有关系 如果很热 骆驼最耐热 最耐汗 骆驼也投降了 你看一下这个骆驼 你看哦 在过去来讲 大家都觉得骆驼 在这种炎热的天气 在这个沙漠里面 就是只能靠它嘛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骆驼 其实我看到他眼镜的时候 非常的不舍啊 他就是走着走着 他那时候也没有背东西哦 他就走着走着 然后双心 双心一跪 他的眼神就告诉大家 算了啦 不走了 真的是没办法了 因为你前面还不知道 哪个地方 有遮痒的地方 然后走着就跪下来 幸好有人赶快去拿水去喂他 可是你看他的眼神 就像剧香哥讲的 真的很厌世 这种天气 连骆驼都走不下去了 这种极端 会导致连锁效应 大家去看 小玉西瓜 我说小玉西瓜 今年竟然会欠收 这怎么回事 连台南瓜农 都觉得摸不着头绪 仔细去深究原因 才发现 原来这些小玉西瓜 一 他怕非常热 二 他怕非常晒 如果今天你很热很晒的话 他容易长不大 那如果是我该所说的 这几天 这一个月 这些突如其然的暴雨 会导致他变烂 所以你又变烂 你又长不大 导致今年的小玉西瓜 就因为极端气候 呼雨 呼热 导致他会欠收 两到三成 不过我觉得主持人 刚才所讲的被热死 那才是听起来令人手动 巴基斯坦 他的大臣克拉斯 你相信吗 我说的是大臣 结果现在 吐尸片野 这让人看了觉得 心疼与鼻酸 原因是什么 就热 一个字就是热 热到多热 四十九度 观众朋友 你知道四十九度 会导致这些人 为何会因此而丧命 原因很简单 我举一个 巴基斯坦 克拉斯的警卫 他说 好热啊 我上班上了十二个小时 我觉得身体好不舒服 回到家 跟家人讲 给我一杯水 我好渴 结果那杯水 都还没喝完 崩倒地猝死 来 医生的解答是什么 因为热 会导致我们身上管路 血管里水分的流失 因此血液变浓稠 吸引性的疾病 就在这时容易发生 克拉斯总结 竟然发现有五百多人 因为四十多度高温热死 甚至有一天 送进来近一百五十人 罹难者的遗体 在医院的太平间 再来看到 这次会惊心动魄 全球最保湿的地球之废 亚马逊雨林 居然亚马逊河流域最广 水量最大的 这一个母亲之河 出现了百年来 水位最低 干旱野火 如影随形 我怎么看错啊 对啊 刚刚又是雪的 又是雨的 那当然亚马逊河 又是雨林带 那你应该也很湿了 你应该也是水气很足了 就没想到亚马逊河 已经饱受 三个月的干旱之苦 亚马逊州 它的首都 马脑斯 它旁边有两条河 亚马逊河 内阁罗河 这大地之母 亚马逊州的这个 孕育的不少生命的 这两条母亲之河 现在水位已经低到 13多公尺了 然后它缺水缺粮 还要靠政府去接济 怎么 最湿的这个雨林 亚马逊会变成这样子呢 好 钟伯你来告诉我们 今天看到了亚马逊的 这个 可以说是生态浩劫 亚马逊对整个地球 对你跟我来讲 它多重要呢 所以为什么说 亚马逊雨林它变干 我们会很担心 如果一旦干的话 亚马逊雨林会整个不见啊 因为植物枯死啊 那它如果一旦枯死变草原 你有没有想过光合作用 以后怎么做啊 光合作用就是把 二氧化碳吸气去排出氧气来 那你现在这一片生命 都终终不见了 你知道会排放出多少 二氧化碳吗 多少 会减少多少 二氧化碳吸收吗 是 有900亿吨 二氧化碳跑到大气里头 相当于 那不是更加剧的 全球暖化吗 相当于一个地球 数年排放的二氧化碳 加剧全球暖化 所以如果亚马逊森林 你没有办法保住的话 到时候地球 二氧化碳的数量过多 你就会造成极端气候 跟剩一现象 更剩于以往 那极端气候 你要怎么去防渡它呢 秋天什么时候来 日本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枫叶不红 栗子不熟 蛮鱼不见 连秋刀鱼都消失了 极端天气之下 四季怎么乱了套 乱成如此这一般呢 我们来看法国 法国一面是洪荒肆虐 你看看 怎么可以有这么多水 但是另外一头呢 在法国精品矿泉水的源头 被称作是水源 最丰沛的法国水塔这里 居然深陷了干涸危机 史上最热的夏天 不是已经远离了 怎么极端天气的诅咒 还如影随形 没错 你就看这画面 这是太惊悚了 这个雷直接从天而向 直接打在沙拉上 这个够强了吧 结果没想到 这个雷好像会找人 这个陈丁会找人 竟然找到一对 一个女生 跟他旁边的一位叫 菲利斯这个人 当场直接毙命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一个叫Robert 他在墨西哥湾 他们去度假 那度假过程当中 发现他乌云密布了 就看到他还说 我们赶快走啊 所以他们就小跑步的 往前冲的时候 没想到就在此时的一瞬间 突然雷就从天空打下来 就打到他在后面 跟随着Robert的妻子 跟另外一个游客 叫菲利斯 就你知道 一打到当场休克 没多久就阵亡了 哇 这是在令人 感到非常痛心啊 这种画面 在墨西哥很难到见到的 可是我要说说一句话 对很多日本 要去日本旅行的人 可能要伤脑筋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在往常 进入到九月份 是这个北海道 也是这个美国北方 最美的景色 叫做枫叶变红了 还有深红 浅红 淡红 各种红 所以整个红到你觉得 触目惊心的美 好了 问题来了 有人这时候真的跑去北海道 一去很失望了 因为纽约上 九月下旬 应该看到的枫叶 要至少变黄色 通通没有 就到北海道 一放眼过去 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画面 全都是绿色的 傻眼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日本 在这个六月到八月 测出来的温度 比平时 多了1.75度 这是创下 日本记录当中125年来 最热的一天 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 九月大家就开始追 追哪里的枫叶要先变黄变红 画面当中你现在看到都是去年 甚至更久以前的画面 为什么 今年你再看不到了 为什么你无从鉴别 这到底是枫叶还是一般的叶子 因为绿油油的一片 根本还不够冷 还来不及转红 而且你最夸张的事情是什么呢 如果这种天气热下去的话 今年北海道最重要 你知道北海道的那个滑雪 这是世界贵 世界好玩的 今年恐怕时间也变短了 好的 当然这是我们说游客 你可以去不用北海道 可是对于日本来说 有两种平民美食 一定要吃 一个大家知道是鰻鱼嘛 另外一个是什么 秋刀鱼 日本人超爱吃秋刀鱼 这时候正好是秋天来了 秋刀鱼应该长得肥美 大概差不多15公分的上下 结果他们去鱼市场一看 来傻眼了 看到的这个秋刀鱼呢 大概差不多13公分 长得瘦不垃圾的 而且价格非常的贵 而且产量非常少 以前是几十万吨的 现在出来竟然只有 2万吨的这个秋刀鱼啊 那秋刀鱼跟这个气候比 你看就是现在秋刀鱼 是不是瘦瘦的 然后支数也不太大 以前都是15公分肥肥的 那什么原因 今年的秋刀鱼长不大又长不多 因为今年天气很热 所以整个黑潮非常的大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这个秋刀鱼要吃那个浮游的 这个吃浮游长大嘛 所以这个有个叫清潮 它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日本海 那这些秋刀鱼总是要吃东西啊 所以它就冒着生命危险 因为它们的活的温度呢 大概在13度左右 冒着生命危险 往北部走去吃这个浮游 可是问题来了 第一个 它们去的地方非常冷 温度有时候可能到8度 你知道秋刀鱼到8度以下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食物也不是很多 所以羊流乱了套 找不到食物的秋刀鱼 这是第一道冲击 还有讲到日本最有名的是什么 麝香葡萄 这麝香葡萄 你知道到日本当然要吃两个嘛 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水梨啊 真的好吃到不行啊 另外就是麝香葡萄 我相信很多饕客都知道 麝香葡萄的味道 就是有淡淡的麝香 非常甜美 但今年夏天啊 太热了 所以那个葡萄 你看到没有 那葡萄是大颗每一个果实都是大大的 而且生产量非常惊人 你知道多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麝香葡萄是要品味它的香气 跟它甜美的汁液啊 你知道现在做什么东西 因为太多了 竟然拿来酿酒 真的假的 太羞耻了 你拿麝香葡萄来做酿酒 这是哪回事 你知道麝香葡萄贵的时候 一串要四百多块台币啊 比台湾一串大概九十块 要贵很多 现在对不起啊 很难想象 在日本的摄香葡萄 竟然跟台湾的葡萄价格差不多 最低到83块钱一公斤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饭店都说 我们现在要从日本进口 这个摄香葡萄的大又圆又甜 法国也有他们的义态黄金 是什么 极品的矿泉水 对 我们知道这个法国的矿泉水 在台湾有卖嘛 每个都贵桑桑 但喝起来真的很清凉 那当然要说明电视 这个所在地是欧洲著名的水塔之称 就是法国最甜美的水 那这个地方叫做沃尔维克 它是位于法国中部多姆山区 那当地以前是雨量非常丰沛 向来就称之为法国水塔 但是今年这个干旱 什么水塔也没有了 直接旱掉 而且你知道吗 很难想象 在这个所谓的法国水塔之地 当地已经说一句话 你在浇水的时候 要尽量减少浇水 尽量不要再多浇水 因为连喝的水都没有了 所以当地就很生气啊 把它责任归到 所谓的这个矿泉水 矿泉海冤啊 我每年都是拿25亿吨 我没有特别增加 所以你看 干旱连法国水塔 都变成法国干戈的 所谓所在地了 再来给大家看到这个画面 你真不敢相信你的眼睛 清晨的豪大雨 在高雄上空炸开 水淹得这么深 久如交流道变成大河道 所有人车都变成水上飘了 今天就一个字 地球的另一端 极端野火已经逼近了 南北极极圈了 我们看北极 僵尸野火的开关 正一步一步被打开 涌动土下 那无边无际的甲烷 一整座的燃料库尾 一旦被打开 那不是生态浩劫吗 这个浩劫离我们多远 没错 我们才听完夏威夷的火灾之后 现在加拿大已经紧急宣布 在它西北地区 接近到北极 大概差不多不到 四百五十公里的地方 全部把人全部离散 其中最著名的地方 就是著名的黄刀镇 黄刀镇对很多台湾人 应该很熟悉 因为它是最美的一个城市 可以看到的就是北极光 那里面大概是整个在 非常荒漠的加拿大的西北部 唯一能够聚集的 大概两万多的人口 据了解全部都必须要撤离 不撤离的时候 也要保持高度警戒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一种火叫做僵尸火 火也会是僵尸 这跟我们一般想的火是不太一样 一般火就是可能野草烧起来 或者树林烧起来 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在高近北极的永动城下方 其实满部的所谓的泥炭 泥炭 那这部分其实也是德国 很丰裕的能源 有人说在北极圈附近 今天泥炭的总量 其实比我们全世界热带雨林的 含太量更大 但是泥炭 以前早期都不会有问题 因为永动城 所以它基本上 是在冰的冷冻之下 但这几个永动城温度 像我们最近看 北极的温度 靠近北极温度 竟然升高10度 所以这永动城表面 已经不那么冻了 好了问题来了 你知道2019年 其实在这个地方 就发生一次火灾 原来火灾并没有灭 它就是在这个 所谓的冰雪下面闷烧 就等待什么时候 等待今年北极圈的温度 调高了10度之后 这把火就烧起来了 你说本来有一个火苗 闷在永动土下面 没灭 只是被冰雪覆盖 它就在那边等着 等到雪融了之后 等待这一刻 温度调高10度以上 非常适合它烧起来 就整片烧起来 这是一个大灾难 因为有人这么说 你再怎么减碳 也比不过这个火灾 所产生的这个碳量 好那这里到底是 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这样讲 跟一个实际的动作 实际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整个 就是南极 南极最著名的就是 我们说这个 企鹅 企鹅 那其中有个企鹅很可爱 叫阿德利企鹅 它的前面是白色 后面是黑色 眼圈也是白色 非常可爱 但是这一次 这个LINE TV的 这个BBC20的 去拍的画面 非常精熟 原本这个岛屿上面 大概有2000多只的 阿德利企鹅 全部歼灭 一只都没有 后来他们去找 另外一个岛 这个岛的阿德利 以前的族群 大概有2万多只 就查看 现在只剩500队 它拍到的画面 非常精熟 以前是干冷没问题 现在湿冷 直接把它绒毛震湿 所以发生到那个洞 这个你看它 在发抖的状况 但是最可怕的是 直接看到 小企鹅冻死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让我们知道最恐怖的事情 还没有发生 你知道过去这10年 其实已经有14兆顿的 这个冰块已经融化了 那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看 格林达附近的冰块 如果全部融化的时候 很抱歉 全世界会高7公尺的水 那大概影响到5亿到7亿人 住在这个岛屿的 可怕没有办法生存 好 当然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夏威夷 夏威夷这把火 到底是怎么燃起的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毛衣岛 有很多的鸟会 它会放监视器 现在这个经济 拍到了 就是这个画面 什么画面呢 它看到就是 直接先有个闪光 这个闪光就停电 停完之后 这把火就烧起来 你看没有 就远远的就烧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恐怖的 悲惨的夏威夷野火的 第一道火苗 是的 这道第一道火苗 已经确定 就是电线公司走火 那第二道火苗 就是你先看到 这是发生在8号清晨的时候 就是这个有人早起 因为阵风怪怪的 就发现到 有一个木制的这个电线 直接打下来 直接烧起来 所以其实两把火 但可以确定第一把火 就是这个电线公司 电力公司所造成的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人数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0人 那但是到底 失踪人口还上千人 所以他们急急要去找 这失踪人口到底在哪里 因为2000栋房子 全部烧完了嘛 那如果有人在里面 死亡的话呢 其实已经跟灰烬混在一起了 所以这些失联失踪的人 如果到今天大概 能活着几率也不高了 不敢想象 死伤这么严重 是的 所以他们现在要赶快 急急找出这些人 在什么地方 就有一种叫做 蚊狮犬 寻狮犬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 因为之前在加州 因为也是大火 结果呢 很多救难人员 冲进去的时候 把这个火场全部都混乱 甚至有时候 一些遗体骨骸 反而被弄坏 这个蚊狮犬很特别 它在寻找过程当中 是具有特色 第一个 它很爱玩具 而且它很好动 但是你知道吗 这蚊狮犬 它可以分别人类的味道 跟所谓的 家里宠物的味道 那它特别是什么 它一旦闻到 它有这个人体的 这个尸体的状态 遗体的状态 它会匍匐 让这个救难人员知道 但是我说 这最搬远的事情 需要寻思演出来 不知道到底 这个灾难的情况 还有多少家庭 其实已经破碎了 好热啊 地狱般的烧烤模式 已经全境降临 地表最热的 美国死亡股 飙破了53度 凤凰城 你看看这个画面 居然热到中暑爆棚 活人装湿袋 塞满冰块 他们说这样降温比较快 而在高温之下 中国这一幕更是夸张 你来看看 湖里的那个白花花是什么 都是鱼耶 像是逃命一般 大小鱼要集体逃亡 是想要跳出水面 怕被煮熟吗 还是怕缺氧窒息呢 事实上我们过去 一直认为说 北半球 南半球 好像南半球比较热 但我现在跟你讲 现在北半球热到一个程度 是你很多人都快受不了 我举个例子 白天跟晚上 你觉得什么时间会比较热 当然是白天 白天对不对 我告诉你 现在专家讲说 北半球的午夜气温 可能仍然接近 摄氏40度 三个半枚 40度烤焦了吗 40度我很难想象 你知道吗 你说今天大家不开冷气 或什么的 你怎么过下去 你看画面上这个老兄 一直擦汗 一直擦汗 因为很简单 你温度太高的时候 如果我的身体的调节的机能 不是很好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导致心脏病 或者是中暑 甚至热衰竭死亡 所以我们就回来看 全世界的高温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死亡谷这个地方 其实死亡谷在过去的时候 它成为一个国家 很多人爱去 它是北美洲海拔最低 但是最热最干燥的地点 所以过去很多人 到这个死亡谷去的时候 是说我要体验一下高温 结果没有想到 在1913年的时候 它曾经出现摄氏56.7度 这样一个温度 最近的时候被发现到 它的温度已经到了53.3度 已经快打破了记录了 你看这么热的天气 这些人在干嘛 臭热闹 他就是要去生力其境去证明 我在53度的烧烤地狱里 我来过 以前我们讲冷 冷到寒风刺骨 结果现在去死亡谷的人讲说 我跟你讲不是什么寒风刺骨 我觉得那个热直接都钻钻钻 钻到你的骨头里面去 连我的骨髓都热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 其实像这种所谓的气候 这一些人他是自己愿意去那里体验高温 可是有一些人是被迫体验高温 我举个例子 打美航空之前出了一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讲 它这个飞机本来要起飞的时候 那结果呢 这个塔台这边跟大家讲说 我们因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延误起飞 结果这一延误起飞完蛋了 你知道吗 因为它的空调 要等到你这个飞机要起飞之前 它才打开 结果机长按照一般规定的时候 机长当时瞬间是没有空调的 因为你要延误起飞 结果你知道吗 它的温度 在机内的温度 居然达到摄氏43.9度 这个会出问题 出大问题 你到死亡谷去 最少你眼睛看到的是 宽阔的这个地形 我还有风 这个完全没有 在机长内都没有 好 更麻烦的是什么 你知道 这一个停滞下来 居然等了四个小时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旧物车什么通通都来了 好 一大堆的骂翻了 你知道 这时候呢 达美航空他说话 他说不是啦 我之前也有跟乘客讲说 你们可以下去飞机啊 你们可以不要在机上等 因为我们没有空调 但是如果你下去 不好意思我们全部重来 所以你可能要隔天才能起飞 所以我们看19救护人员全来了 为什么这些人热昏了是不是 我给你讲好多人就昏倒 甚至他就讲说 连那个氧气瓶 通通都拿过来 你知道 所以你看像高温 闷热 再加上没有空气 我给你讲 多么的可怕 我们再回来看 你说这些人到医院去 就得救吗 我跟你讲 你看凤凰城凤凰城居然连续19天 它的高温达到摄氏43度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你想说他们在敲冰块啊干嘛的 哇 要弄一个冰池 可是呢很多人就说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现在在装冰块的那些东西 很多其实原先是湿袋 湿袋是要装往生者的东西 白色这个是湿袋 你拿湿袋来让活人躺 就它下面其实是一个湿袋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哇天哪 为什么你知道用湿袋 因为湿袋一次装的冰块才多啦 你用那个桶子要装到民国几年了 所以用这样来降温 来解决中暑的爆棚的问题最快 因为中暑的都往医院送了 不然你怎么办对不对 好 我们再回来看 我们刚刚看到美国之外 你回来看中国大陆 新疆吐鲁番这个地方 其实在过去温度很多人讲说 它非常非常高 可是你知道现在已经到了多少 52.2度 52.2度 吐鲁番这个地方不就是传说中 火焰山的所在吗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火焰山还到77度 我真的不知道七一几度 我有没有办法走到那个地方里面 机油迹的火焰山是真的 我都觉得那个车子轮胎如果开过去 可能那个橡胶会融在地上 我跟你讲 它现在这个52度 其实已经破了这个历史同期的高温 对 那如果是以吐鲁番这个火焰山这个地方来讲 你刚刚讲七一几度 你看这个照片上面 还一度达到80度左右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哇 现在这种高温人受不了 那我跟你讲 人不只是人 连硬的像这种路面都受不了 在河北这个地方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个平常突然啪一声就这样炸开来 你没有看到 真是拍到这 它怎么会热到炸裂了 后面那个三轮铁牛车还好它即时刹车 你再看一次这个画面 突然就炸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很假 太热了你知道吗 热胀冷缩 我跟你讲 热胀冷缩 如果能够胀平均的胀就算了 它就是热胀的不均匀 所以导致这个脆弱的地方 突然整个鼓起来 变成几个水泥 那我跟你讲 还好刚刚那台车子 它临时杀住 它要是开在 骑在上面突然啪一声 你像它都被炸飞到多远去 好 导播我们来看看 刚刚一开场给大家看到这段画面 太匪夷所思了 可以热成这样吗 池子里的鱼 砰砰砰砰砰 争相要逃亡 为什么池子里待不住了呢 因为水温真的太高了你知道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在苏州这个地方 这个鱼一直跳 你怎么是会看到鱼在那跳 飞鱼啊 弹土鱼啊 有办法这样跳 它没有 它说我是一般的这个鱼 因为它这个河水的温度 实在太高了你知道 那它鱼在水里面 它其实没有办法 它觉得说它没有办法生活 所以跳上来觉得还稍微凉一点 水居然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它如果再不跳起来 它的求生意志很强 我待下去我就被你煮熟了 那煮熟了那不是更麻烦吗 所以我们就来看喔 事实上像这种高温 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 路面爆裂了 有时候因为这个热胀冷缩 不平均的时候 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危险 我带各位来看杭州你知道 杭州那时候一度 其实温度也都非常非常的高 结果你知道 它一高之后呢 居然吓到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煙霧鸟鸟耶 居然好像在走在仙境一般 其实不是 是因为它的地上太热了 热到冒烟啊 因为水一下来 雨水一到地面 瞬间变成水蒸汽了 所以当地的民众 还自嘲说什么你知道 哎呀不要再花钱 去做三温暖了 我走在马路上面 我也觉得我好像在做三温暖啊 所以异常高温背后的这个暴雨 如果双重打击一下来的话 那个是双重伤害耶 对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 其实气候的异常 在很多地方都陆陆续续发生 你刚想说下雨可以降温 可是雨落太大怎么办 我们给各位看杭州 杭州在这两张照片的时候 你有沒有发现到 哇这车子整个 几乎都灭顶了你知道 你在画面上面看一下 这个不是啊 不好意思啊 不是车子开到水沟里面去 这一条本来是马路 结果突然瞬间大雨 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 那这一次是在 那个杭州丁兰路这个地方 它那时候呢 有一个这样这样 一个寒冬的地方 本来是有在走车子 但是呢 因为水下得太快太急 而且呢 它这个排水的勾起 没有办法把水排出去之后 水就往它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桥洞这个地方灌 结果你知道吗 有六辆车就因此而被泡在这里 不只是这样 像杭州这里啊 你看喔 市区里面 坐在家里应该OK了吧 我跟你讲 在家里没有特别比较好 为什么 你像画面上面什么样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电梯 像在洗电梯 太可怕了 我跟你讲 你那电梯门现在不能打开 因为水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水 从电梯缝这样流下 它那整个电梯的管道间 全部都是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杭州这个地方 你说在马路边 我看也很惨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马路边 就像海边一样 我们以前都讲说 你住在马路边吗 现在它叫做 没有我住在大海边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所有车子都要涉水而过 而且有民众在旁边拍的时候 我跟你讲 它不是说刻意要拍这个行李 因为它也过不去啊 它现在站在一个高点 前无路 后无路 只能站在这边 车子过去的时候 用这个所谓的积水啊 洗刷它身体所有的不愉快啊 极端天气之下的暴雨 除了威胁人类的生存 我们来告诉大家 它也威胁到了古文明的世界遗产 太基马哈林 敦煌石库的壁画 现在都岌岌可为走向灭绝吗 我认为敦煌壁画在这件事情上面 它一部分代表它是一个复合性的一个灾难 你知道为什么 第一个很简单 我们每一个地区的气候 其实老实讲 就是你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频率 跟一个状态 可是在过去20年的时候呢 这个甘肃这个地方 强烈降雨的频率增加 也就是说下大雨 下好雨的机会增加 那一增加完了之后 它先改变的是什么 你知道空气里面的湿度 这个湿度一增加之后 我们也知道 壁画有时候它能够保存 是因为干燥的环境 结果我湿度太多的时候 那个壁画 当然它那个墙壁 这个材质就会产生影响 我就剥落了 对 那结果还包含到什么 你知道 我们空气当中 其实它有一个东西很可怕 叫做盐分 平常呢 湿度不多的时候 你不会太觉得 可是湿度一多的时候 它的盐分基本上也增加 所以在壁画上面的这个盐分 且也不断地增加 累积跟结晶完了之后 就导致什么 那个壁画一片一片 就好像换皮一样 那个东西就这样一片一片 掉下来 天哪 这就会是一个 文化的一场 又一场的浩劫 我们再看看 印度的太极马哈林 现在也遭逢了极端天气的摧残 岌岌可为吗 对 所以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情况呢 事实上当时在建这些建筑物的时候 都是建在地势比较高的这个位置 但因为这几年 包含到这个 这个长期的这个雨水或干嘛的时候 导致原来是高的地方呢 现在呢 也变得感觉上地势变得比较低 因为水就往上涨 我跟你讲 印度北部在最近因为暴雨 就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洪灾 它除了造成150个以上的这个死亡之外 甚至连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这个太极马哈林的这个部分 它的外墙跟花园 基本上现在都已经被这个水给淹没 那结果呢 当地的民众就觉得很可怕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这是时隔45年来 第一次说淹到陵墓的那个城墙 越来越高了 对啊 那你水虽然被挡在城墙外 我们讲好听一点 那叫护城河 可是你这样子挡住 之后大家进不去里面出不来 对于这个所谓的 历史古迹上面来讲 这不是一个什么护城河的概念 虽然官方讲说 我跟你讲 这个整个太极马哈林的 那个主体建筑物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对当地的民众来讲 天啊 水都淹成这样 不是有没有受影响的问题 而是他们前来没有看过这种 奇怪的现象发生在这里 我们正在历经史上最热的7月 你知道地表最热的地方在哪里 美国的死亡股国家公园 已经飙破53度了 在凤凰城更可怕 热到重暑人数爆棚 居然医院在做什么 活人装尸袋塞满冰块 听说这样降温最快 除了热浪还有暴雨 同时夹击三大洲 更大的危机出现了 雨炸世界遗产 现在居然传出了太极马哈林 可能要面临崩毁 消失的命运 这么严重啊 是啊 居然哥 今天这几天真的是热 而且热爆了 不只热到我们人受不了 现在连台北市地动物园的动物 可能都快受不了 我就看到台北市地动物 马来摩默克 传出在两天前不幸骤势 那大家灰州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天气太热呢 其实原方也有出动什么大冰块 工业上在给它降温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马来摩 其实是这个雨林区的一个动物 所以它能不能耐热 耐住台湾的高温 也是一个问题所在 不过后来呢 因为原方在今天 就是在今天解剖出炉 就是说它的死因到底是什么违和 原来是肺水肿 有点感染的情况 那初步看起来是跟热路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不过动物园动物热是事实 那我们镜头呢 再往到这个南投日月坛 南投日月坛呢 也同样很热 现在热到连的鱼都受不了 鱼直接热到 就像电视上看到 直接搁陷在路边 结果后来呢 拉上来之后 变成烤鱼了 各位 现在全台湾就跟烤番薯一样 非常的热 好 地狱般的烧烤模式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到 热中之热 最热的地方在哪里 南欧 南欧可以热到一个什么程度 现在 是 现在不只台湾热 欧洲也热 尤其在南欧的部分 现在欧盟已经做了气候警告 就是说全球可能迎来 最热的七月 这看起来大家就先吓到 为什么欧洲会这么热呢 我们光看画面 其实看到 非常多的民众 其实会到一些 南欧的观光级年 包括像意大利 希腊 西班牙等等 但是现在呢 意大利当局就警告了 你们要来 千万不要来这边 白天不要来这边 现场有43度的高温 可以看出来 这个温度 已经不是我们台湾人能够想象了 所以你到那边去的时候 有可能变成怎么样 会变热衰竭 结果我牵你条条跑到罗马 我进不了竞技场 甚至连浪漫之都 巴黎现在都变成 热浪之都了 各位 现在呢 你到巴黎去 我们以前到巴黎去 会拿一个咖啡 在主案呢 拍个照 拍网美照 看起来很优雅 很优先 很浪漫的样子 但你这样去巴黎 我跟你讲不得了 你可能要挂着毛巾 到处跑 为什么 因为你要随时擦汗 你可是要随时补充水分 这样各位 你还能拍网美照吗 你往美不起来嘛 那现在就有外国研究发现 巴黎呢 现在是整个欧洲里面 这个热浪死亡风险 最高的城市 它平均是高于 欧洲城市的1.6倍 另外我们再看到 凤凰城的部分 凤凰城现在也是太热了 热到怎么样 热到现在这个医院里面 充满了中暑的这些民众 那医院方怎么办呢 只好拿出这个湿袋 来给民众降温 那湿袋怎么降温啊 对它等于湿袋 人躺在里面 把它用保温的方式 把冰块全部撒在里面 就像画面上看到一样 把它盖起来 然后拉链拉起来 里面是活人 对里面是活人 以前是在装尸体 现在是装活人的身体 所以看出来呢 现在已经无所不用其其 要想办法降温了 现在就美国的这个民众呢 直接我来做个实验好了 我自己来做披萨 我来放到这个外面去 看会不会披萨 会不会熟 就像这个样子 它把披萨呢 弄好了这个火腿 弄好了起司 弄好了番茄酱 结果呢 就放到车顶上面去给它烤 给它烤十分钟之后呢 发现这个起司已经渐渐融化了 结果1.5小时之后 已经有香味冒出来 因为已经开始烤起来了 感觉 所以各位观众 如果你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去 你现在不用买烤箱了 你直接把披萨放到车顶上 就可以烤熟 海洋海水的温度 已经热到破表 没有那个表格可以量得到它了 没想到这么热 就让海洋里的动物 也在说 也开始躁动起来了 现在不只地面上的气温热 现在阳流都很热 我们看到这一系列 从太平洋到大西洋这边 这一块赤道附近 几乎都是红通通的一片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高温 现在连海洋生物都快冻没掉了 怎么说呢 现在就有弗洛瑞达一个民众 他想要去摸摸鲨鱼 其实也蛮有勇气的 但是就摸鲨鱼没想到 鲨鱼突然跳起来就这样子 突然把他手牙住 还把他扯下去 拖下去了 看得出来 这个鱼其实现在脾气非常暴躁 那暴躁的原因是哪里呢 就是来自太高温了 这个鲨鱼已经被水流的高温热到冻不掉 所以你当他在游泳的时候 你突然手一下摸下去 他当然会受不了 直接把他咬下去翻起来 另外在夏威夷也同样的情况 我们刚刚看到热浪在这个 夏威夷附近太平洋附近 所以现在夏威夷的这个渔夫 要出来补育的时候 遇到这个虎鲨 结果虎鲨突然就像这样子 直接攻击这个独木舟 直接把他撞翻 后来还张嘴上来 要不是这个渔夫机灵一点 把他一脚踹开 我跟你讲 马上就变成盘中孙 极端天气下的异常高温 跟非常急降雨的暴雨下下来 两股势力一嘎下去 现在居然连太基马哈林的存亡都拉紧爆了 现在就连古迹 可能都要面临到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 怎么讲呢 在北印度 现在狂风豪雨狂炸 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太基马哈林 现在也受到波及 成为45年来 首度洪水淹到外墙 跟甚至后花园情况 现场几乎你看 已经变成水箱折果了 这是过去 大家很少见的一个情况 不管你要到现场去 你可能现在只能搭船了 因为他猛爆性的降雨 到瞬间直接淹水 让河川直接倒灌 另外一个文化浩劫的现场在哪里 在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 也因为极端天气 它怎么了吗 对 敦煌石窟我们知道 它常常降雨 但最近几年的降雨有减少 但减少情况坏变怎么样 你一降雨那天就是猛爆性的降雨 像让敦煌石窟的佛像也受不了 因为我们知道 一潮石之后就会产生盐分 盐分就会腐蚀掉这些壁画 跟这些雕像 所以它从四世纪 历经的千年的战争到现在来 都没事 但没想到在今年的此时此刻 现在因为强暴雨的关系 造成它这个敦煌石窟 可能会不保的情况 所以看得出来 目前全世界 不管是亚洲还是欧洲 美洲 海上还是陆上 都要面临这个强降雨的气候 然后极端的气候 可能会危害大家的生命安全 今天好热啊 入夏以来最热的时刻 真的来到眼前 高温特报的范围 进一步扩大 屏东花莲 今天陆续标出38度的高温 热伤害送医的人数 更创下了五年的新高 观众朋友 更热的在后面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画面 在全景的天窗车子里面 坐在车上 你在干嘛 居然还得撑伞 没错 为了躲高温 居然农民只能半夜插秧 白天睡觉 7月才刚刚开始 真的是热到无极限 没错 7月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民众都感觉到 这个夏天 成人非常难熬 为什么这样说 今天大家走在路上 应该走没多久的时候 应该全身就湿大大 因为实在太热了 目前台湾 有17个县市 一起发了所谓的高温的警报 尤其是气象局 或气象单位就说 最热还不是现在 可能最热的时间点 会落在周末的 三天的时间点 而且恐怕北部的高温 会飙到37度以上 所以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 要小心被晒伤了 或是小心温度太高 对造成的伤害 多补充水分 除了台湾很热之外 事实上在对岸的中国 也非常的热 中国也是全 从大江南北 都很热很热的这个状况 所以中国的热搜的第一名 你看第一名叫 你家会整夜开空调吗 变成是热搜的第一名 所以显见什么 大家都真的是被热坏了一个状况 尤其是北京 北京目前为止来说话 我们台湾36 37度 大家都已经哇哇叫 北京有到40度以上 原本北京就是一个烤炉 所以真的相当相当热 但是热的时候我就说 要保重你的健康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那事实上现在刚好也是暑假的忘记 所以暑假忘记的时候有很多人去玩 像以颐和园来说 颐和园人非常非常多啊 人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就没想到 就有一个导游去带团 带团在颐和园走两个小时 就走两个小时之后突然之间 他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不舒服之后呢 就马上就送到医院去 为什么 因为后来医院 诊查出来说他患了这个热色病 然后就不幸就过世 那什么叫热色病呢 就是因为太热 然后对你造成了伤害之后 你可能整个器官循环出现问题之后 就不幸过世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家人或是说一般朋友 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导游 其实他蛮健康的 他有过去也是常常出团 动辄工作的十个小时 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没想到因为在太阳高温之下 晒两个小时之后就不幸离世了 40度的超级高温 短短两个小时 对 热死人了 对 没错 那你知道热的话 其实对很多车主来说 哇 真的也是非常痛苦 为什么这样说呢 知道我们这几天在开车 如果你车停在户外的话 哇 一上车 第一个就先把冷气打到 开到非常大的状况 但是对中国很多车主来说 他真的是欲哭无泪 我们知道其实以这个新 这个电动车为例 电动车现在都标配什么 全景天窗 就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中国都为小礼 特斯拉都要这样子 就没想到因为太热 因为全景天窗摆明了 他就是让整个车子 变成是个温室 那温室这样高太阳 太阳这样晒下去的时候 真的热到不行 你看这是坐在车子里面 他居然就打开阳伞 要么就是戴上所谓遮阳帽 因为为什么 因为温度实在太热了 大家就说什么 如果你室外温度是40度的话 室内温度可能可以来到 五六十度 所以整个车子完全是热的 跟热炉一样 全部大家都封掉了 那事实上 为什么大家会买这个车 我们记得说 很多这个车主 或者说很多车的广告就说 你看夏天的时候 带着你的爱人 然后到山上去 打开天窗 可以看星星 多么浪漫 就说就现在 他们完全浪漫不起来 大家完全都快要 流汗流满身的一个情形 本来要买一个爽 买一个酷 现在买醉瘦 对 没错 那除了买醉瘦之外 那这个人家就说 这该不会是车商的阴谋 因为他知道说 就是这么热 所以你知道 我主打所谓 全顶天窗的这个状况 买给你的时候 他其实一开始来说 居心长 你要买这一台 这个特斯拉的车 没问题 你买这台车没问题 我们有这个遮阳点 还有这个相关的配备 你要不要买 但一般的说 我干嘛要买 我这个冬天买车 我干嘛买这个 结果没想到 不好意思 现在夏天 你还可以买风筹 全部都去买 你还可以买风筹 你还可以买风筹 光是以这个特斯拉的 这个遮阳点的话 一个就要710块人民币 折薪币要3500块 就有人就说 这搞不好是车商的 他们的这个话术 或是他们这个 额外赚钱的法宝 那因为太热的时候 那我们就说 太热的时候 除了让我们人 会感觉到不舒服之外 事实上对于职务 也会感觉到不舒服 比如说 现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可能是很多茶叶的 这个产季要到了 就因为高温的这个状况 让很多茶叶的产地 目前为止 恐怕都受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干旱的影响 尤其晒伤 我们知道其实茶叶 如果你晒伤的时候 它可能整个叶子 就会长得不好的一个状况 那可能会出现什么 采茶时间会往后拖延 那甚至是像 包括说像河南的绿茶 今年的收成 就会降了大概40% 甚至连这个福建 或者很多地方 因为太热的关系 茶都完全都长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有可能 未来的好茶会越来越少 因为尤其是这种老张 那其实看过那么百年的 这个风霜之后 它可能在这一次的热浪之中 它可能也都承受不住了 一个情形 说到了农座 看到了这个农座的画面 你想到一句话 日出而作 日落而起 但一路高温看下来 极端高温看下来 这个世界要反着转了 对 没错 实际上我前一阵子去泰国的时候 那时候的泰国的温度 体感温度是48度 那时候已经宽要40度 我觉得这个完全受不了的这个状况 但是你知道 因为东南亚很热 虽然越南 越南目前也是高温的 问题是他们现在水道 要开始在播种 怎么二搜 水道要开始在这个时候 要插秧 就知道现在他们 现在越南的农夫 现在是晚上插秧 你看 怎么会是晚上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太热了 就像我跟妳讲 白天他们大概八 大概约末八九点左右的时候 太阳已经可以升到三十七八度了 正中午的时候 待不住 正中午的时候四十度 两个小时 你就可能会挂掉 所以他们现在怎么办 他们现在就凌晨插秧 所以你看 现在很多越南的农民 集体在凌晨插秧 他们约末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 就现在开始在插秧了 那插秧插秧 插到九点 太阳出来 已经三十七八度 赶快回家去休息 然后休息到 傍晚的时候才能够再出来 因为晒太热了 看到这个画面有没有 真的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 过去不是有一个形容 什么旱滴河下土 什么粒粒皆辛苦 有没有 没有 现在完全晒不起太阳 会出人命 现在你旱滴流太多 可能真的会挂掉 所以你看 那除了说一般人就说 那主要是因为 因为太阳太热的关系 其实幼苗也是一样 幼苗凌晨的时候 那时候温度比较低 它插下去的时候 可能也会长得比较好 那除了这个农民 要凌晨插秧 来对抗高温之外 事实上不是只有亚洲这样 现在连这个欧洲 欧洲一般来说 都夏天天气宜人 但没想到英国 英国他们说最近这个 你看英国的海边 到处都是人 为什么都是人 因为他们热到风掉 他们创了140年以来的 最高的平均气温 那也就是说六月份 平均的月均温是15.8 很凉快 大家讲说15.8很凉 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的这个 所谓湿度比较低 所以湿度比较低 他们晒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比较热一点点 就直射的时候 所以他们现在都跑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沙滩 去纳凉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要知道 这些高纬度的地方 他们有冷气吧 冷气耶 我想一般六月来说的话 温度大概是12 13度 结果没想到15.8度 已经创了这个纪录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这个动物也觉得太热 所以有一个英国男子 他去这个卖场 买了一个花椰菜 买了个花椰菜没多久 他就放到冰箱里面去 放到冰箱里面去之后 结果三天后 他们把他打开的时候 发现菜梗里面居然藏了一条 这个踢纹蛇属的 属蛇的这个蛇 在这个地方 结果没想到 这个蛇 因为可能是因为太热的状况之下 他就在大太阳之下 他就躲进了这个 这个所谓花椰菜中 结果没想到 采收之后就把它包装起来 结果没想到 在英国男子的家中 居然出现了这个蛇的这个踪击 好 我们看到了烧烤模式 全面启动 刚看过了英国 来看看北美 北美真是苦不堪言 居然野火烧不尽 重重危机 全面凌空 对 没错 事实上气候异常 真的不是我们在说的 我们刚才讲到了 这个所谓台 这个亚洲地方 还有欧洲在高温 结果没想到德州 德州居然自己在干什么 居然下起了这个暴风雨 而且不止暴风雨 它前面还有这个冰爆 而且冰爆 你看这个冰爆 你看多大 有一颗 刚才十五厘米这么大 你看就把这个整个车的前窗 这个前颈窗 把它打了 打洞 打破了一个洞 所以说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冰爆 大家说你看这冰爆打下去的时候 你说15厘米是比冷球还大的一颗 你看就打了这么大一个洞 你看打了这么大洞 所以这个车主都说 怎么会是这样的局面 照理说 现在不是应该很热 怎么还会有冰爆 那我们讲 除了这个气候异常 除了造成这个冰爆 因为冰爆就冷热交替的时候 出现这样的状况之下 还有什么曼哈顿 还有这个布鲁克林这个地区 最近一段时间 这些美国人都觉得说怎么那么惨 因为我们知道西里长 他最近也受到这个蛮害的影响 而且有大量的这个小飞虫 你看这个男子 他的白色T恤上面 上面一点一点 甚至他眼镜有一点一点一点的 那是什么东西 都是一些小飞虫 那他们其实当地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飞虫 因为一大堆就飞到了布鲁克林 或是说这个曼哈顿 这些市区里面来 就这些虫就粘在我们 他们的衣服上面 还有粘在他们的胡子里面 还有在车 这个地下铁里面 到处都是这个虫虫 那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虫虫呢 他们美国的这个气象专家的解释说 可能是因为今年的气候异常 比较暖和 比较暖和这些虫呢 就提前就孵化完成 然后就出来 可能要交配 或是干嘛 就飞到这个市区里面来的一个情形 好 那除了目前为止曼哈顿是这样之外 我们刚才不是说曼哈顿这几天的时候 天气可能是阴阴的一个状况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是雾霾 那为什么会有雾霾 我们讲到 实际上在整个加拿大 今年真的是一个人类的浩劫 你看这个 这是加拿大的野火 加拿大的这个北边来说 有非常多的这个森林 就没想到居然 因为气候太干燥的关系 干燥的时候可能就有人不小心 然后就引发了整个森林大火 那整个森林大火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已经烧掉了 两个台北市这么大 你知道说这个是多少的树木被烧掉了 然后过去25天的这个面积 已经烧过过去20年的 超过过去20年烧掉的总的面积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甚至有人就说 搞不好烧掉会两个 这个今年累计 搞不好烧掉两个奥地利这么大 那我问你这个是远在加拿大 加东的北方的野火 跟纽约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就为什么 因为它整个这个风 从北风往南吹 所以从你看 目前为止来说 在五大湖区什么芝加哥那一带 都完全都是雾茫茫的一片不说 你看连这个纽约 甚至很多地方全部都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这个烟从加拿大往南吹 然后就吹到整个美国去 所以现在人家就说 整个美国都被这个加拿大的野火的浓烟 遮住了一个状况 好那实际上不是只有加拿大这个样子 就像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还有这个季风的关系 季风的关系吹吹吹吹吹吹 居然从加拿大飘到那里去 你现在到西班牙 西班牙现在为止来说 你看这是西班牙目前的画面 西班牙很多景点来说 也照理说现在是他们这个地中海型气候是整天都没有太 没有这个云雾的这个状况之下 太阳也非常大 究竟然现在没有 他们现在是因为这个所谓烟雾飘过来之后 反而是这个这个是夏天吗 这不是应该是冬天的这个气候吗 西班牙人一定想说到底有完没完 我自己野火才灭个没完而已 你加拿大也来凑热闹 而且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空档 我可以避海蓝天 享受一下夏天 就没这出 对 而且他们现在不敢出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烟雾吹过来之后 很多这个西班牙人都说 这个英文就知道说 是什么野火燃烧的这个味道 那甚至他们也不敢出门 甚至很多观光客去的 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一个状况 好 那因为这个野火 是在烧得太夸张的一个状况 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严重了 美国现在就开始了 就要赶快把这个野火扑灭 那美国现在就动用了很多气象卫星 在这个加拿大野火上空的 去这个观测 然后他现在把很多的 及时的卫星数据 都pass给这个加拿大 就是说 你赶快把它扑灭 看能怎么样扑灭 目前的这个大火 否则大火继续烧下去的话 整个美国或者整个欧洲 都会被这些浓烟所遮住 那很多人的健康 恐怕都会出问题的一个情形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